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到头来好像总是追求不到 又或者说你追求到了但还是不快乐呢 所以他要问更根本的你不快乐的原因在哪里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思考方法就转向 他就发现那是因为我们人生本来的本质是苦的 那于是他追求快乐的手段就是怎么样离开这个谷 那么而这一点再发展下去 别说你出家修行 很多人就觉得他好像很出世很消极了 但是一个出家人不是那么说出了家什么都不管就修行 任何传承的佛教的出家人都要讲究要有慈悲心 都要精进 这个追求修行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奋发向上的过程 而且他是对人间是要充满慈悲关爱 到最后宁愿是要割肉胃荫 舍身救世 愿众生一起成佛 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不能够叫做是消极 真的更有嘯 tumbo 我快活了 我们志愿 我们志愿 二口共晓舌性量是 danger 四元二兴 健先说绿肉绿肉盌颜 鼓手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说到儒道才是我们中国本位的 就想把他砍死呢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新时期儒家跟道家发展的一个一个趋势 我不太了解这一点 但我觉得乐的是什么呢 就是坦白讲 在我看来啊 如果你本土文化 我们国家的自己的根 扎得够深 扎得够远的话 区区一些外来影响 一时其实不太动得了我们的筋骨的 您真要说到我们中国现代 之所以我们现在的传统的东西 只丢失了 或者被毁坏了 恐怕不是什么外来思想 不是因为我给大家在这边讲了些莎士比亚 或者有些人之前给大家讲佛教 那么使得我们的儒家到家完蛋了 而是什么呢 我举个这么简单的例子 你讲儒家是吧 好 大家知道 曲府的孔庙 孔灵 孔府 那么 这些地方啊 都曾经有一段时期被大规模的破坏 那么那时候呢 把里面的碑毁了一千多座 书烧了十几万本 然后孔夫子 大臣至圣仙师 文宣王的坟 被挖了出来 但是里面没什么东西 连尸体也没有 那么干脆把孔子后代的 几十世孙的尸体挖出来 那么剩下骨头了吗 烧了 那么扬灰 这时候呢 而且当年呢 干这些事的人呢 还兴高采烈 写了封信给毛主席 向毛主席报告 我们造反了 我们造反了 我们成功的把这个孔子的塑像泥胎 挖出来 打出来 把他粉碎了 你要说道家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你要熟悉道家的话 喜欢道家 知道楼灌台 我们陕西的楼灌台 传说是当年老子开坛奖金的地方 那附近几百个道观 也都在那个时期呢 被彻底摧毁 而要说到道家 后来发展的道教 这是我们中国本土宗教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当然就是读过武侠小说 看过武侠片的人 都晓得了王重阳 他的尸骨也被掘过出来 都是骨头了嘛 踩碎了 也是扔到一边 现在呢 那些都化成粉灰了 那么光讲这个儒道 被搞成这样 也就罢了 同一个阶段呢 就连一些 如果你今天很爱国 你有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你一定大概很尊敬岳飞吧 岳武木 当年那个时期呢 他的坟也被刨了 他的骨头呢 拿出来再烧一次 也化灰了 秋井 是不是 秋井一样是这个下场 那岳武木又犯了什么事呢 那很简单 他是地主阶级代言人 那么秋井呢 秋井是因为他是牛鬼蛇神 而同一 如果说这些民族英雄 儒家道家的先驱 都是这个下场的话 那何况其他 你比如说 清末名称张之洞 那么张之洞 他生前的时候呢 他出钱出力 盖了一个学校 叫慈恩学堂 那个学堂后来改名 叫南皮一中 就是河北南皮一中 是个名校 那么南皮一中的同学们呢 当时呢 也被召集出来 把张之洞的坟给刨了 那么张之洞这个坟呢 虽然他是清末维新运动 自洋务运动的名城 但是革命军 北发路过这的时候 也对他还是很尊敬 那么当时还一个连长 特别带着一伙士兵 去到呢 给他鞠躬上乡 但是到了这时候 当年张公 亲手创立的这个学校 改成的南皮一中的学生们 就把张公的尸体挖出来 这个骨头呢 丢在路边 据说狗叼了几天 那么辗转后来 很多年后才找回他的尸身 又重新安葬 那么现在呢 也是南皮的一个文化名片 我们都知道 这个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现在这些人都要紧了 那么再说到 像康有为 他不是仗在青岛 当时青岛的中学 有个初中老师 就带头带着他的 一帮孩子 一帮学生 把康有为的尸体 挖了出来 那么拖着他的尸体 游街 尤其是把他的头骨 结下来 当时拿出来展览 上头贴了个条 写的是 中国最大保皇派的狗头 贴在上去 你说 谁在毁了中国文化 是外来思想吗 而我刚才讲的 那一大串的事件 全部就发生在十年之中 我说的就是 1966年到1976年的 文化大革命 今年正是文化大革命 爆发50周年 以及结束40周年的日子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今年不能不跟大家 讲些关于文革的书 而讲到文革的书呢 我特别给大家介绍一本 来当做开场白 就是我手上这本 《干校六记》 《杨将先生的名著》 这部散文集六篇文章 非常薄非常短 您读书够快的话 一小时不到 就能够把它看完 但是他非常的耐人寻味 值得细读 读了三四遍都还不够 今年已经104岁 按虚税算是105岁的 杨将先生 他的这一本小书里面呢 正好有一些片段 也跟我刚才讲 那一大堆东西呢 有点奇特的牵连 什么牵连呢 我刚才讲的都是 在文革期间 我们革命小将 怎么样对付我们的祖先 老祖宗仙人 几千年来 各代各辈的名人 对待他们的坟墓 对待他们的尸体 我们是这么个搞法 那么在那十年间 死去的人 他们的尸体 又是什么下场 对于他们的坟 我们又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 我看见几个人 在胡萝卜地 东边的西岸上挖土 旁边歇着一辆大车 车上盖着尾锡 哦 他们是要买死人吧 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 想是军轩队 我远远望着 刨坑的有三四人 动作都很迅速 有人跳下坑去挖土 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 忽悠一人向我跑来 我以为他是要喝水 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 他的铁锹柄断了 我进窝棚去拿一把给他 借铁锹的人 来还我工具的时候 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 什么病死的 他告诉我 他们是某连 死者是自杀的 三十三岁 男 冬天日短 他们拉着车回去的时候 已经暮色苍茫 荒凉的连片菜地里 去无一人 我慢慢跑到埋人的地方 只看见 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 谁也不会注意到 西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第二天我告诉了墨存 叫他留心别踩内新坟 因为里面没有棺材 泥下就是身体 他从邮电所回来 那消息却多 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 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 那天有好几件行李 寄回死者的家乡 过了年 清明那天 学部的干校 迁往民港 动生前 我们菜园班 全火都回到旧菜园来 拆除所有的建筑 可拔的拔了 可拆的拆了 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 临走我和墨存 偷控网 同往菜园看一眼 寥当告别 只见窝棚没了 井台没了 灌水取没了 菜起没了 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 也不知去向 只剩下满不可辣的一片白地 刚才我们念的那么一大段 就是来自干校六纪 其中一篇叫 《学普济贤》的文章里面 那么《学普济贤》 你想想看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杨将 他跟他的丈夫钱中苏先生 那么在干校里面劳动的时候 杨将先生就是负责开辟 拓菜谱 苗圃 然后跟着 其实他基本上就说自己很闲 很得空 因为基本上他的活 就是手在那 看着那个菜谱就行了 那么这坛中间 那里面发生的种种的事 写得非常的散淡 他的文笔的特点 是有一种很安静的 很端庄的事故 非常的平淡 但是非常的耐嚼 那么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段是什么呢 你想想看 就安插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下面 季贤 就谈他有多贤情意志 听起来好像 但是下面居然写到的是这么一个 关于一个人 他在那个运动之中 在干校之中 大概受了什么委屈折磨 自杀死了 他的尸体如何吵吵下杖 杖了之后 又如何 整个尸体连带一切都好像被遗忘了 就跟那场运动过后到现在的后果一样 很多东西被掩埋了 被铲掉了 也就没了 就算了 那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呢 那么书里面就刚才我也念到了 钱中书先生 他当时在那呢 负责的是给大家分发信 分发邮件 他就说到 那个人确实也果然是有名有姓 而且呢 还要给他家里面寄回很多东西去 但是就这么一个有名有姓 在地球上生活过 活了33年的人 就这么样子 莫名其妙没有了 连坟墓也没有了 今天他如果有后人 有亲人要去找 也都肯定什么都找不到了 也就是说 在那个运动里面 我们对于以前有名有姓的人物的坟墓 是真而众之的来破坏 来铲除 而对于同时代 许多这些有名有姓的人 一个一个活人呢 的态度 却是那么的潦草 那么的随便 这就说下来 到底文革死了多少人 我们知道跟大饥荒时期 跟别的中国现代史上时期 不太一样的地方 文革那十年 是整个国家机器也都瘫痪掉了 几乎瘫痪掉了十年 所以很多的正常能够帮我们统计数字 做各种统计总结的这些机构 也几乎处于一种 瘫痪的停顿的状态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没办法知道 那时候到底人命的损伤怎么样 有的人说是两百万 有的人很夸张说是两千万 但是这一切 在这本书里面体现出来的 就是刚才那样的一个段落 在一个寄贤的状态底下出现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这正正就是干校六计这本书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 我们来看看杨将老师 杨将先生 他怎么样来在开头的时候 在写到了另一个本来应该会让人无限悲痛的一个事情 讲的就是他的女婿 我们知道他的女儿 钱怨 他叫阿元 那么因为后来杨将先生有本很有名的书 我们仨 这里面也都提到 他跟钱中书先生 跟他的女儿阿元之间的这个感情关系 那么在这干校六计里面就提到 当年钱中书先生先下干校 接下来呢就轮到杨将也去 那么钱中书先生去的时候呢 他当然带着阿元那么一家人去送别 那么现在轮到他自己走了 就他女儿一个来送 那他女婿上了呢 这边就说到 王德一已经死了 怎么个死的呢 是这样 书里面就提到一段 就说到 当时呢 王德一 先生呢 是因为五一六事件被揭发出来 那么被斗争 到底什么叫五一六事件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 谈到文革之所以不好做难做的地方 倒不是因为他有多敏感 事实上我刚才讲的大部分的材料 大家都可以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晚宴 或者人民网新华网上面 都是我是引用那的材料 不敢下来啊 而是他难讲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里面有太多的当年的人 或者是长一辈的人 觉得是常使的东西 今天年轻人看的 搞不太懂 没听过 我前阵子呢 跟人讲起姚文元 讲起张春桥跟一些年轻小伙子 他们居然好像觉得那个 是个历史人物 是不是民国年代的人 他搞不大清楚到底是谁 那么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干校六纪 这个书名的干校指的是什么 干校指的就是五七干校 他指的不是一家学校 而是一大批学校 但这个学校 与其说是学校呢 倒不是说是种生产大队 他到底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 是话说到 1966年 67还是68的时候 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林彪 那么是五月七号发出去 那么这封信呢 后来也都公布出来 那么大家都学习了 那么根据这封信的精神 所成立的一种学校 就叫做五七干校 最早是从黑龙江开始 那个精神指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毛主席他认为呢 当年抗战的时候啊 各个抗日根据地 有一种很好的社会实验 就是各个部队 他不只是打仗 不只是在敌后工作 不只是打游击 而且呢 他也生产 比如说他也种地 他也怎么样 提供自己的部队所需 同时 他就是个社会学校 那里面的不同的三教九流的人物 大家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来 互相交流彼此的经验 彼此的知识 彼此的学问 他觉得像这样的一种 又军事化 又能够学政治 又能够学知识 而且还能够促进生产的 这么一种集合体 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 坦白讲是一个 听起来十分完美的 一种社会乌托邦实验 那么他觉得这个精神 现在也要继续鼓吹 继续推动 在文革期间 那么就从黑龙江开始 有人就开始自动自发的搞起来 慢慢的就骗击到很多地方去了 那么为什么要干校呢 就是一些干部学校 就比如说把各个干部 把一些像钱中书先生 杨将先生这样的 学友专才的一些教授 知识分子 全部拉下去 重新整顿学习 主要是要改造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身上总是带着一股 洗脱不去的资产阶级的 一些的味道 带着一股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思想 需要好好改造 需要好好学习 向谁学习呢 向社会上的贫下中农学习 而在这个生产过程之中 刻苦锻炼 比如说 齐老八十的这些老先生 老教授 或者当时五六十的阳将老师 前中书老师 这些人都去种地 都去干活 干出活 熬一下苦日子 那么把你们过去几十年做的学问 全丢一边去 因为那个不重要 现在重要是去做这种学习改造 那么就搞成是这个样子了 这叫干校 那么当时前先生 杨湘先生去的干校呢 就在河南那边 也换过两个地方 那么什么叫做五一六集团 五一六事件呢 五一六指的就是 首先呢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集 再跟大家解释 五一六的源头 就是有这么一个五一六指示 他到底是什么 他跟文革什么关系 我们下集讲 但现在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 到了文革发动了一年多两年之后呢 就越来越多革命小将 开始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那么于是呢 当时呢 毛主席呢 就觉得这不太对劲了 于是就发出指示 那么下头有人就说 哎 现在有人是不是利用 这个文化革命 其实是有阶级敌人 有对方的敌人呢 潜进去 想要阴谋夺权 借着文化大革命 搞斗争 搞揭发 其实是为了要暗散 这个革命核心 要对付革命核心 那么所以呢 这里面有阴谋集团 要揭发出来 那么这些阴谋集团 据说其中一个厉害点呢 就在北京 就是五一六的一个 红卫兵组织 那么这个东西 后来搞得非常扩大 非常深入 搞得很久 甚至直到林彪事件之后 才终于停止 那么王德一先生 也就是杨将的女 先生的女婿呢 就是那时候被牵连进去 他当然是被污蔑 告进去 那么但是后来呢 书里面这么讲 当后来也有人记忆不一样 就说他呢 因为被逼迫 要交出名单 你们同伙还有谁 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吗 群众一举报 被举报的人就有责任要揭发 还有谁跟我同伙 你没同 你本来就不是 你也不会有什么同伙 这时候你怎么办 很多人为了自保 为了要过关 就捏造一些名字 比如说我今天干了坏事 人家要我举报人 我把我前面 我设置组全举报出来 其实我干了什么事 他们全都没参加 也没份 也都不知道 但是我把他们都举报出来呢 我也叫做 有点立功的表现嘛 肯定有点改过的意图嘛 对不对 也就要他这么干 他不肯干 于是他最后被逼 就自杀了 这事说起来十分的悲惨 其实后来很多 关于文革的回忆里面 我们都看到类似的情节 多不胜数 都写得非常悲切 但杨将先生非常冷静的 就一段写完 写完之后 结尾是说 他想到 这个女婿不在了 他的女儿 送完他两老 都去了干校之后 一个人回家收拾行李 收拾家里面 那种孤苦 那种孤独 他就觉得难过 但是笔锋一转 居然就转到一个 很成笑闹剧的事 就说到 钱中书呢 其实当时已经被折磨的样子 完全不像钱中书了 乃至于在干校里面 一个黄大夫 姓黄的大夫 钱中书去看病 他说自己是钱中书 黄大夫 你骗人 你根本就不是钱中书 我真的是钱中书 你不可能是 你别骗我了 钱中书的爱人 我认得 然后呢 杨将先生怎么写 他说 墨存 墨存就是钱中书先生的字 就说墨存 是经得住考验的 于是又爆出了 他的爱人的名字 那就是杨将先生 那么这个黄大夫呢 还半信半疑 将信将疑 那么后来见他如此坚持 也就算了 这么写 这是个闹事这是个好笑的事 但他又是个苦中作乐的事 因为他的背景是钱中书先生 才短短一年就已经变成不像是原来那个人 他怎么会能够把这个事写成一个可笑的东西呢 而且更厉害的是 这段可笑的文字前面紧接着的 就是他的女儿的凄惨 就是他的女婿的惨死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写法 怎么会用这样的写法来对待文革呢 这正正就是 干校六纪最独特的地方 我下一集跟大家接着分析 盛中追远 本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但在这非常的时期 不管是远去的仙人 还是最近刚刚死去的同胞 都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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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没电 六十 百分之六十没电 天呐 八十六级 二进二次 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呢 导演在这个七级风的环境下叫我们还是得跟大家叮嘱几句 定出什么呢 就是从一月四号开始 我《一千零一夜》要改版了 怎么个改版 为什么改版是这样的 一来呢 做了八十多集了 也到时候呢 应该稍微变化一下内容 第二呢 就是之前很多观众反映啊 说我们一周三集这个节目量太密集太大 很多人呢 存了下来看不完 我们做得了 你也消化不了 那不行对不对 所以我们决定从一月四号开始 我们每周一每周四只播两集 但是这两集呢 它会完整的构成一本书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不大会再出现一本书讲个五六集的情况 一本书我们主要就讲两集 两集把它说完 礼拜一礼拜四加起来刚刚好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还要改变它的内容跟结构 以后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会加了一些互动环节 跟大家聊天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批评 有什么指证 要骂我的 要怎么样都行 看准我们这个二维码 然后扫进去之后 就可以把你的所有想跟我们说的话 发给我 然后我会在以后每一集节目里面 跟大家去回应 或者跟大家道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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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